Salut les amis 歡迎收看飲食有法 朋友的有 在上次介紹Cougloff做法的視頻中曾經說過 用Prioche麵團做的蛋糕麵 Cougloff可能是最古老的一種 今天就說說它的典故 按照法國人的說法 Cougloff是來自鄰近德國的阿爾薩斯省Alsace 當地的主要原居民是日耳曼族 說的是與德文相通的阿爾薩斯話 所以Cougloff的原名應該是這樣的 但如果按照法文的發音規則是讀不到的 於是就簡化成為Cougloff 據說兩個字的讀音是一樣的 除此之外 在德國、奧地利、波蘭和捷克都有類似的蛋糕 串寫各有不同 但都大同小異 可以說它並不是很典型的法國蛋糕 不過法國也有不少傳說 說這款蛋糕確實是與法國有極深淵淵 首先關於Cougloff這個字 有說法說它原本指18世紀時期 阿爾薩斯首府斯特拉斯堡斯特斯坡 議會成員所戴的帽 然後高點師按照帽的形狀做出蛋糕帽 再用來做蛋糕 另一个说法就与基督教有关 说有智者Huamage去伯利行朝圣之后 在回程的时候不见了一顶 伤了杏仁形钻石 同时是用金丝做的帽 后来发现阿尔萨斯一个高点丝 用了这顶帽来做蛋糕 于是得出这样的形状 帽可以用来做蛋糕 这个说法就有点神奇了 但是也有说法说 智者是在抵达阿尔萨斯城市 Hipo Ville 李博维尔的时候 得到一个叫Couger的高点丝招待住宿 事后用自己的帽子的形状来做蛋糕 搭借这位高点丝 这个说法就靠谱了一点 但是不管怎样 所有这些说法都与帽子有关 难怪蛋糕的外形确实有点像帽子的感觉 不过我也觉得它有点像皇冠 最后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款蛋糕其实源自波兰 是在1728年波兰公主 玛丽·雷辛斯卡 玛丽·莱克·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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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法国成为皇后的时候 亦都大力推广 成为当时的美食时尚 辞至今日 Couger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仍然非常流行 在很多不同场合都会出现被人享用 例如婚礼、生日或其他西方节日等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吃它来庆祝呢? 今次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 到下期见 到下期见